中國大陸台胞證 才是有效的身分證明文件 過去 各位要理解 從李登輝 陳水扁 到馬英九時代 中國大陸沒這樣要求 我們看看2013年的海灣戰爭 2003年的海灣戰爭 包含利比亞戰爭等等 你不用台胞證 大陸照樣救你 可是他現在他限縮的話 就是證明兩岸關係 已經越來越壞 就是在現況之下 你願意承認九二共識的民眾 或者你可能對政治無感的民眾 但你只要不支持台獨 你拿著台胞證 你一樣可以享受到全世界 大陸為我們所帶來的服務 因為當我們在抱怨說 大陸都打壓台灣人 大陸必須要展現他 照顧台灣人的一面 過去以來大陸對台灣 在經貿上的種種的讓利 可能都被一些特定的人士 給玩壞掉了 給炒作壞了 那麼什麼東西是最實踐 可以看到的 最實際可以看到的 也就是目前台灣人在世界各地 在目前與我們非邦交的狀態之下 他如果一旦遇到了什麼樣的緊急危難 那麼他找不到台灣的領事館 那怎麼辦呢 他就只好去求助大陸的領事館服務 而且確實過去 不論是在利比亞 尼泊爾 或者是在紐西蘭 各種的地震 各種動亂 撤僑的時候 都是大陸的領事館比較有用 那麼過去也曾經救了台灣的民眾 可是有台灣的民眾他被救了之後 他就自己還在台灣的網路上爆料 說我們雖然被大陸的救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支持一下台灣獨立 這種人就非常的可惡 為什麼 因為他的無知 他並不知道如果真的台灣獨立了 那表示到時候是沒有任何人 可以來救助他的 兩岸是何為貴 但是誰在挑釁 這個其實問題就很大 大家記得前年兩岸的領導人 在新加坡那時候提出的 兩方都是以國家的領導人 提出就是九二公事 就已經確定了 可是蔡英文新的台灣領導人 他不承認 那是誰在破壞兩岸 他其實非常清楚了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他其實是在推卸 就像我剛剛講 他說要用新模式 他的新模式是沒有九二共識的新模式 然後說這樣對七億的和平是更好的 那是你在破壞 他是非常清楚 所以今天看到台灣 我們看到了整個台灣島 大家都在為煤電煩惱 然後總統在幹嘛 總統在講這種有的沒有的話 然後總統在幹嘛 說我們要新南向 做出怎麼樣的成績 通通沒有 所以你今天看到台灣 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顯臭了政黨 然後由他們在領導台灣